A.S.C.P.E.54 Conceptual Dragon 概念追隆 SOM等級 SAFE 特殊收容措施 A.S.C.P.E.54被收容在SIDE的纯属单元 A.S.C.P.E.54被收容在一个15公分乘15公分的密封箱内 A.S.C.P.E.54随时都有一名保用官守卫 对A.S.C.P.E.54的观测必须通过地线人员进行 若发现有任何A.S.C.P.E.54的额外部件存在 他们将马上被机动特殿队G.T.A.R.S.C.O.Dragon Slayers 土龙者所确保和收容 任何被A.S.C.P.E.54所印象的平民 将被基金会监控两个星期 若在这段时间结束后 他们还没有死亡 将被实行A.G.G.消除并释放 任何对A.S.C.P.E.54的测试 必须得到两名三级人员的批准 描述 A.S.C.P.E.54是给一系列媒体物品 包括诗歌 短故事 小说和VHS录影带等的统称 所有这些物品都在主题上 连接到一个被称之为龙的个体 在各个物品中 对A.S.C.P.E.54的外表描述不尽相同 只有很少的物品描述里的A.S.C.P.E.54外形 与传统的欧洲龙相同 详情剑部件分析 A.S.C.P.E.54之一 A.S.C.P.E.54的异常效应 将在被一个人类阅读和理解其中一物品后显现 以下被称之为对象 在围棋两个星期中 对象将经历以下异常 涉及各种爬虫类的梦 贵重物品 入珠宝的神秘失踪 感觉到环境温度急剧上升 有被跟踪的感觉 自然 并非所有对象都会发生此类情况 也不知道发生条件是什么 若对象发生自然 在其死后 对象的尸体将会消失 并在消失时伴有吞噬声 部件分析E.54之一 构成A.S.C.P.E.54的各个物品的简述 这些物品根据发现时间进行编号 A.S.C.P.E.54之一 一首源自1600年的诗歌 标题是 只手 诗歌描述了一个王国被一条龙攻击 而国王派遣了三位骑士击败他的故事 两名骑士被龙所杀 第三名骑士爬上了龙背 诗歌描述了他是如何爬上了龙头 并刺上了龙的喉咙 随后骑士被龙整个吞下 而诗歌结尾最后一句是 荣耀归于那来自异域天空的饕铁之兽 A.S.C.P.E.54之二 一本未出版的小说 标题是《黄金任务》 故事跟随一名学者 他与一群冒险者们试图击败一个被称之为龙王的敌人 主角最后杀死了龙王 不过结尾描述了学者被附身 成为新的龙王 A.S.C.P.E.54之三 一个名为《龙之影》的短故事 故事是以一个小男孩为视角 他害怕着出现在自己房子里的龙 在故事里 龙被描述为像狗一样的大小 并有类昆虫的特性 龙在房子里追逐小男孩 并最终杀死并吃掉了他 A.S.C.P.E.54之四 一幅描绘了龙的蜡壁画 A.S.C.P.E.54之五 《的梦日记》 约有90%的描述都涉及龙 蜥蜴或火焰 目前未知为什么只有这本日记 带有A.S.C.P.E.54的属性 而其他描写龙的书本都不带有A.S.C.P.E.54的属性 A.S.C.P.E.54之六 一部在1993年拍摄的电影 标题是 Colin 永恒之龙 电影情节描绘了一条人性爬虫动物出现在东京 而军队试图消灭它 尽管如此 所有努力都是徒劳的 电影的最后 爬虫类吃掉了最后一名幸存者 以上就是A.S.C.P.E.54 A.S.C.P.E.54是一系列与龙有关的媒体物品 当一个人阅读并理解了S.C.P.E.54 就可能在接下来两个礼拜身边会发生一些异常现象 仿佛就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龙跟踪一样 并且有部分的人最后会被燃烧后吞食 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到S.C.P.E.54之六的图片 就是它是来自某个哥吉拉的电影 其实S.C.P.E.54之六的图片是来自日本1968年的特色片 《Mabourochi no Dai Gaiju Agong》 不过它当初确实一度因为跟哥吉拉太过相像而被禁止播出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帮我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会不喜欢吧 选我做上一些C.P.E.54的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